我們的社會對教育成說 你走到街頭上面 然後你去談這些公共議題 然後你就是報名 或者怎麼樣 他就故意給你污名化 但是在其他的比較 民主比較成熟的國家 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公民社會 而且是一個公民教育 甚至於在法國的他們的小學課本裡面 就寫說今天爸爸 今天爸爸沒有去工作 因為爸爸去罷工了 他們就直接把這樣的一個公民行動 就寫到小孩子的課本裡面 所以那個小孩子 他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認為去關心公共議題 甚至於走出來 是OK的 但是你想想看 在我們小時候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刻意的在 同志者也好或怎麼樣 就是把你在做這件事情 你感覺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你覺得你去關心公共事務 然後走上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些人很奇怪 然後這些人在破壞社會秩序 但是你沒有想到說這些人 他是真的看到社會的問題 但是我們社會故意去顧滅他們這樣子 那當然也在講說有些上街頭的人 他每一個當然有會所謂 有些他是比較情緒性的 但是慢慢的整個社會經過了幾十年的轉變 那我所謂的轉變是說 這一些關心公共議題的人 他已經是知識分子 因為我們整個教育程度都已經大浮了蠟糕 就像說 美鳳老師帶著我們去關心這些公共議題 我們是直接可以跟政府對話的 但是他故意要去 就是他刻意的去讓我們這些人 感覺到說 他是在破壞社會資訊 就好像說 昨天雅伯真老師提到說 空氣污染的問題 住在中部地區的我就講 我在前兩個月每天去監測環保署所公告的空氣污染的指數 就是PM2.5 PM2.5就是他的細旋不微粒非常小 他是頭髮的二十八分之一 他可以穿透肺炮到你的血液循環 然後他這個PM2.5這個細旋不微粒呢 他可以夾帶著代曜性跟中心 進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那他的這個污染源怎麼來 中部的污染源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跟六輕 六輕的空氣污染 然後我在看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的那個監測站 其實做的也不錯 而且是即時就公到你現在空氣污染指數是多少 所以那個我們台中盆地的這個空氣污染是順著從 從左水溪口 然後呢 河谷 然後就有陰流 因為他們現在為了要控制這個污染 你在當地側的污染指標那麼高 所以他的那個煙囪要做很高 所以他在擴散的時候才不會在當地濃度那麼高 所以他煙囪要做很高 包括火力發電廠也是一樣 所以他就順著這個陰流 他會順著溪谷進到台中盆地的前山 我們先講台中盆地 我們台中盆地不要把它局限在是台中市 台中盆地是從草屯一直到楓原 是這麼大的一個叫做台中盆地 然後他順著這個陰流就順著這個進來之後呢 然後就慢慢地從這個草屯 然後暮風拉草屯拉草屯拉草屯布風 然後到了大理 然後再灌進去台中市的市區 然後我在這兩個月 就是關心我會做統計 我們這兩個月 我那時候測的大概是 因為上個禮拜在辦那個 PN2.5的空氣污染的一個環境的研討會 我就是算了這個兩個月 總共有70%是不合格的 那個我們的那個就是WHO 它公告說在洗血浮微液在25微克以上 它是危害身就是危害健康的 就可能你會老人家可能會中風 可能會造成氣血管疾病 然後可能會長期吸入的話 可能會致癌 那每一年會提高 每增加10微克會提高10%的死亡率 這個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我們我們國家它在去年 在環保團體的推動 有經過那個萬人的那個國光司法 國光的參會嘛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反國光司法 然後有一個萬人的參會 那時候呢 馬總統就承諾 承諾說要制定 DN2聯合的標準 所以呢 他們就 WHO是定在25 那現在目前在 在他佛的研究裡面 都認為說25微克都不夠 應該要往下修 甚至修到15微克 這樣才可以讓人的身體健康獲得保障 好 那我們的國家標準在今年 5月定定的時候 是定在35微克 35微克 好 那最起碼它已經 已經有標準了 最起碼有標準 那但是呢 依照WHO的標準呢 我們在台中市是 就是每10天有7天是不健康的 那南部更慘啦 南部更慘 那這個不健康的這個空氣 我們一般的人會以為說 什麼時候空氣汙染會比較差 上班下班的時間嗎 會不會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空氣汙染的 那個是動態的公告 所以它會有一個曲線 就是24小時 然後它會有一個曲線圖 然後這個曲線圖我就去觀察 就發現說 在上下班的時間 我們認為空氣不好的這一段時間 它的起伏有 但是是這樣子上上下下的起伏 那你知道在台中 什麼時候我講的起伏最大就是 這樣爬升到很高點 然後又掉下來 是什麼時候 是晚上10點到12點的時候 欸 我也覺得很誇張 晚上 錄業之後 這些工廠才開始開放 然後 然後 而且晚上錄業的時候 就是6點過後 然後那個空氣汙染那個 那個曲線就開始這樣子 那個 那個真的是價值的問題 你想想看你晚上 你明明知道說 而且爬到什麼 爬到80幾微克 甚至要破100微克 你晚上的時候 因為你都看不到那個能見度 因為如果說你現在看 灰某某的 就是能見度很差 那就空氣很差 但是他們都利用晚上的時候 就排 那排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動態 它有一個塗層在環保署 但是它 我們一直在推動說 要去公開 那去看的時候發現 晚上的時候 就出現在惡靈工業區 或出現在某個工業區 然後呢 你綠色 它的塗層是有一些顏色 從綠色 黃色 紫色 紫色 紫色是最可怕的 就是到200微克 我們剛剛講說 WHO 它的標準 日平均值是25微克 紫色是200微克以上 那你知道那時候 晚上10點到12點 那出來的是 200微克以上 紫色的 然後這樣出來 你就覺得 那 這樣的一個工業區 這樣的工廠 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這個不是在謀殺嗎 這是在殺人耶 只是我們的社會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會 讓這樣的現象 而且我們的 這個資料這麼明確 然後環保 地方的環保局 或環保署 居然沒有去控制 然後我就 我們就找了地委也好 或者是找 我們開了記者會也好 如果有注意報紙的話 在上禮拜的報紙 就是大聲疾呼 我們的氣象報告 有 溫度跟降雨 然後現在也有所謂的紫外線 你紫外線過量的時候 你可以擦防曬油 可以帶雨傘 或穿長袖 甚至於那天就不要出去 所以你可以避免紫外線的傷害 但是呢 那一天的 那一天的那個空氣品質的動態 比如說早中晚 甚至還有那個 那個晚間新聞 很晚的晚間新聞 十點的晚間新聞 因為每一個人 他的運動習慣 或者戶外活動的習慣 不一定 那我講的是說 在夜間飆高的 十天裡面有六天是這樣 那你知道為什麼 他是十天裡面有六天 如果說 十天裡面每天都這樣的話 就很容易被抓 他是一天拍一天不拍 或是選擇性的讓你抓不到 也不是說抓不到 讓你不要讓他感覺每天都在拍 那他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覺得這樣子是 這個真的是整個社會的那個價值的問題 出現很大的 就是他可以這樣做 然後他不會覺得殺人 或者是去謀殺別人 他會覺得良心不安 這很奇怪 然後我們在跟地委 或者是 在周旋之下 就是跟我們的行政部門 我們希望 我們大家都在看氣象報告 那我們是不是在報紙外線 報溫度報降雨 也能夠報你現在台中市 因為我們每次報氣象 台北市是多少 然後新竹市多少 台中市會不會下雨 那台中市今天的空氣汙染是多少 因為如果早上報的空氣汙染 假設是飆到80微克的話 台中市的中小學 他不能去上體育課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子 這麼多會過 這就是跟空氣汙染是有關的 那那個時候就應該禁止去上體育課 那可能你那一天的所有的戶外的 戶外的這些活動 都應該適時的警告我們的市民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民眾 因為呢 像我們年輕人 呼吸到這個汙染的空氣 因為我們的身體抵抗力 還承受得住 但是誰承受不住 就是所謂的高風險的族群 高風險的就是小孩子 嬰兒 你那帶出來那個空氣80幾微克 200微克他受得了嗎 他吸下去他受得了嗎 那第二個呢就是老人 那很多老人他會中風 很多老人他會中風 那也是因為空氣汙染的關係 不是天氣冷的關係 但是這次都是熱衣學研究報告的 然後我們在推動說 你希望你的那個氣象報告 能夠爆這個空氣汙染 你們覺得這應該吧 因為站在我們民眾的立場上 這個是應該要讓我們知道的 但是環保署署長 他說環保團體這樣的要求 是在製造社會恐慌 環保團體這樣的要求 在製造社會恐慌 你想想看 連你吸的空氣都是國家機密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你們的生活 在那個楚門的事件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家實在是 就是真的是假民主 假自由 然後其實大家被拱蔽在裡面 然後不曉得自己的健康 是怎麼樣被人家糟蹋的 然後那個 再講就是 這個空氣汙染呢 到底有多厲害 就是那個馬接醫院江聖教授 他是副長哥的醫師 他就說 在他的統計裡面 一年 一年 那個台灣的婦女死於男產的 只有100多個 但是一年 台灣的婦女死於肺腺癌的 有1000多個 現在女生呼吸空氣的風險 比女生小孩子高 現在女生呼吸空氣的風險 比女生小孩子高 那為什麼現在呢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說 女孩子他會得肺腺癌 肺癌的一種 肺腺癌跟我們 肺腺癌主要他是 因為空氣汙染引起的 那為什麼這個肺腺癌 女生 會這麼多 人家會說 他是跟油煙有關 但是現在很少 女孩子已經在煮菜了 這一個 第二個呢 那個家生醫師 他們把他拿來跟其他國家的女性 得肺腺癌的 來做比較 台灣的女孩子 當然男孩子為什麼 沒有辦法比較 因為男孩子很多抽菸 所以男孩子會得肺癌 那個是自己國改 那我們就不要講了 那主要是女性的抽菸的人數會比較低 然後他就去跟其他國家來比較 比較發現說台灣女性 得肺腺癌的比例很高 其他國家還要高 然後呢 你像共菲菲 三國喜 這些都是得肺腺癌的 甚至於陶大威也是 然後我們的那個 之前的理事長 中金鮑教授也是 他每天早上要起來運動 然後也不抽菸 然後就生活作息都非常的正常 結果沒有想到 居然就得肺腺癌 為什麼會得肺腺癌 得到肺腺癌 通常都沒有救了 因為我剛剛講說 那個細弦伏位力 它很細對不對 它會夾那個有毒的很細 那個很細的顆粒 然後進到你的肺炮裡面 那當然有些會 穿透你的肺炮 進入到血液循環 那有些會累積在你肺障 那會累積在哪裡 因為它很細 所以會累積在肺障的末梢 末梢 所以在末梢的地方 才是病變的地方 所以肺腺癌 它會發病的地方 就是在末梢 那這個末梢 沒有神經 神經比較少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痛 或是有感覺到病症 當你感覺到有痛的時候 就已經是末期了 所以肺腺癌通常就是 當你發現你有症狀的時候 已經是末期 所以很難救 今天沒想到那麼快 我們就已經講完了 好 謝謝大家 等一下我們下車了 謝謝